你自己 一个人住这公寓 会不会太空了 不会啊 我还有皮蛋呢 皮蛋 皮蛋你干嘛呢 你吓我一跳 你不是不怕狗吗 我是不怕 我只不过是需要一点时间 来适应一下 那你现在就可以适应 皮蛋还想让你举高高呢 皮蛋 你觉得你现在在这儿合适吗 自己玩去 去 去 你现在还想让你举高高呢 去 还挺乖 睦睦 其实呢 我希望你可以搬来 跟我一块住 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虽然是我植物上的事情 但现在傅维宁正在利用你 作为突破口 如果你搬来 至少我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我真的不想看到 你有任何的意外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可我一个人住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现在联系又那么方便 安全问题 你真的不用担心 睦睦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了 上次 我把话说中了 我知道你不是不尊重我 只是 我们都是同一种人 不希望给对方 带来太多麻烦 所以 我也后会学着 都和你沟通我的问题 你也是 为了我们能够 更好的合作 沐沐 我会按你说的做 但我也希望你知道 你的任何事情 对我来说都不是负担 我喜欢 你给我带来的这些 所谓的负担 你的出现 给我枯燥的生活 增添了一抹亮色 沐沐 我喜欢你在我身边 那是我能感受到 最真实的温暖 甚至有时候 我觉得你是个小偷 因为 你的一举一动 都将我的心投走了 谁呀 江湖救急 快快 快起来 躲起来 快躲起来 我为什么要躲起来 贾飞来了 快躲起来 难道又怎么样呢 我求你了快躲起来 这边不行 贾飞一定会进卧室 这边快躲起来 快快快 我们不是正常关系吗 求你了我躲起来 快点快 嘘 别说话我求你千万别说话 来啦 来啦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把密码给改了 那个 我改了密码 忘了告诉你了 对了 我刚才听到那个声音 是你吗 是我的声音 我在练台词呢 一个新的角色 什么台词 你快帮我拿个饮料 我要渴死了 好 我给你拿 你等着啊 别让我弄不 琳琳 家里是没有饮料了吗 有有有 我这就拿过来了 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看看皮蛋啊 我 我来看看皮蛋啊 你不是说 他在家里面吗 所以说 我就想来看一眼 皮蛋他已经睡了 而且吧 他脾气不太好 睡觉的时候 不喜欢别人打扰 对了 你跟林博士怎么样了 我跟林博士 谁呀这是 不是啊 好